王流果 大家々 Hug hail 甘衣 還沒有完全平靜下來 可以多給我一些 Feesback 我們請陳家華發表一下意見好了 我覺得 你是少數會問問題的同學這樣 謝謝 不客氣 你也是非常少數還記得名字了這樣 其實感覺科學學到是要學正義 可是感覺從小到大學科學都是一個假象 是一個謊字 然後每次上考試的課老師就會自稱說 這個是一個幻覺 然後告訴我什麼是真的 可是從小到大學學那麼多東西 那全部都是假象的話其實也蠻可怕的 不會啊 不是很快樂嗎 從此之後人生找到更多努力的方向這樣 對啊 可是這麼多假象要怎麼能力氣 然後看課本有時候也就是 老師會提出比較有趣的觀點 然後看課本的話都不會想到這些事情 然後就覺得書好像擺念 就是這麼有趣的東西都想不到 那就只看到表面的東西 我覺得如果是我上課讓你有這個感覺的話 那我可能就是要稍稍說明跟抱歉一下下 就是說 不知道我意思是說 那個看到很多東西的真實面是很好 可是以後想自己去找出以前學的假象 哪些是假的 然後真實面是什麼 然後我不知道從何早起 對 如果你自己上課突然有被震撼到 就說你以前國中高中學的物語是不是都是錯的 那我覺得這是很棒的 可是我感覺社會的謊言已經太多了 至少科學的謊言比較面對 可是其實以現行的教育制度 其實你們在國中高中學的東西 本來就不是科學 所以 所以我覺得那是 totally ok 的事情 我記得我國小六年級的時候 在全班拍畢業照 我因為不小心在看一個現象 看到著迷了 結果我們全部的畢業紀念冊我也繳錢了 就沒有我的照片 然後你就知道 然後我回去就把我的好朋友痛罵一頓這樣 就說全班在拍畢業照 然後你們就四處照這樣 然後都沒有照到我 居然沒有人來叫我 因為我們到第一個地方 是去那個溜滑梯的旁邊 然後有一個比我們更幼稚的小朋友 就在那邊滾輪胎這樣 然後就看到著迷了這樣 因為那個輪胎在倒下來之前有沒有 它會這樣旋轉 然後那時候就跟它講說 如果我知道輪胎的角度 然後輪胎就是這樣滾 輪胎是不是就是固定的周期這樣 然後我就在那邊想到傻眼了 然後我第一件事情就是 開始拿手錶測量這樣 看那個輪胎這樣滾一圈 是多久的時間 那很不幸我們學到只有兩種size的輪胎 所以於是我人生非常重要拍照的moment 就在滾輪胎中間過去了 That's what I call science 其實科學只是非常非常大的好奇心而已 它有時候可能完全沒有用 所以它可能跟engineer其實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說我們現在有很多很多便利的東西 事實上是工程師他造就出來的 可是在工程師可以去造就這些事情的背後的這些東西 其實它常常都是非常非常看起來沒有用的 就是一個好奇心driven出來的東西而已 那我是覺得沒有那個好奇心 其實就不會有科學這樣 那你們在國中跟高中就學到了很多技巧性的東西 甚至學到比如說磁場什麼 庇佑沙法定律啊什麼什麼這些的 有時候其實是為了讓你們可以考試 所以才教這些東西 我相信如果現在突然抽問一個同學 就是說請問一下磁場的定義是什麼 我不知道你們全班現在在座 有多少人可以打得出來 那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磁場的定義大考是沒辦法考的 對不對?你在大考的時候不能考說 請問一下磁場的定義是什麼 於是呢 很爆笑的是邊課綱的人就沒有把這個放進去了 所以呢你們會去算說一個半圓形變態的導線 在圓形這個磁場是多少 可你不知道磁場的定義是什麼 你會算可是你不知道磁場的定義是什麼 然後這件事情甚至可能不會巴著大部分的同學 只是 就是 就是當場傻臉這樣 然後這件事情在我唸高中的時候就發現了 一直到我現在在寫教科書 它還是這個樣子耶 那我是希望我 如果沒有跟龍騰翻臉的話呢 我會寫到電磁場那一部分的時候 知道可以把這個補齊這樣 這對我而言我會覺得 其實你會覺得說以前學到的很多東西是幻象 我覺得不見得是壞事啊 那你可能 因為畢竟我比你們有經驗 然後我已經學過很多東西了 所以可能很多東西會有我自己的想法 可是eventually如果你願意用你的大腦的話 你們很快的也會有自己的想法 So don't worry about that it will happen 我覺得人生很有趣的件事情是 我每次用大腦想出來的東西 然後再隔一陣子回去看的時候就覺得 哇自己很聰明這樣 然後第一次發生的時候就會覺得很害怕 然後我就開始養成寫筆記的習慣 所以我是從高二就有寫筆記的習慣 不是上課的筆記 就是我想到了什麼 然後最後找到了什麼 然後文獻在哪或什麼什麼的筆記 因為常常會被自己嚇到 所以就只好寫筆記這樣 然後因為常常被自己嚇到 後來現在下酒已經麻木了 就知道說其實人的智力不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你妄想說你讀書或努力 可以把你的智力從這樣變成這樣 它是永遠不會發生的 人的智力就是這樣 所以你沒有去挑戰 它就不會有spike這樣 其實就跟我們的神經是一樣的 你這種永遠的神經就是都不做事 它就不會spike 不會spike久了之後 你當然覺得這個沒有用 它就把它收起來 然後就萎縮掉了這樣 你們可能都知道說 小孩子的視力跟聽覺 事實上如果一開始四天 你不刺激它的話 它就是一輩子眼盲 它所有的功能都是在 你可以去量它這樣 可是它的神經就萎縮回去了 因為神經是非常precious的resources 你不用它它就萎縮回去了 所以如果你把你的神經源的firing 拿來發脾氣 或者是gossip或怎麼樣 那你那裡的就會有個gossip center 非常的發達這樣 然後你的大腦就覺得 gossip對這個人而言 是太人生最重要的事情這樣 所以呢 然後它就很發達 然後其他就被縮回去了 So it's the same thing 我自己的感覺真的是 你如果push自己去一個難的地方 你其實最後就會outperform你自己 那當你在發現自己 會outperform你自己的時候 你是最好做紀錄下來這樣 因為我就有曾經就想出一件事情之後 然後就覺得說 這個我以後一定會記得 然後我以後果真就忘記了 然後就碰到一模一樣的問題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就會很障礙 第一 因為那是你上次spike firing 然後想出來的東西對不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我的智力平常都是這麼低的 是因為碰到挑戰 所以突然譬如說增高20倍這樣 所以你就大部分時候會覺得很frustrated 就說這個我曾經會解 我現在不會解 然後就是在那邊自怨自哀 然後又沒有用這樣 然後終於自怨自哀到它spike過去 然後把它解決 你就會覺得說我在幹嘛 我在浪費我的人生 因為我以前做過了 所以那個其實給我一個 真的非常非常好的教訓 只要任何 我覺得是像這種spiking 我想出來的或做的東西 我一定會做紀錄下來 不管我多忙 那你有時候去看看你自己spiking 做下來的東西之後 You would be amazed 你會覺得說 哇 這是我嗎 嗯 你就會覺得跟平常看起來笨笨的 好像差蠻多的 So 很多東西其實事實上是累積下來的 然後很多我在課堂上跟你們講的 譬如說 Doppler shift 你以前都是用什麼一個點光源 然後畫很多圓圈圈 然後或什麼這種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說 就很難相信說這種fondamental的東西 所以都普勒效應一定要用什麼 人這樣走 然後撥這樣走 然後畫得非常複雜 我說那不是18世紀的人證明的方法嗎 其實是因為一直對這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純意啊 所以 後來才發現 都普勒效應事實上就是羅倫之準 然後你寫成矩陣之後的 eigenvalue 從此之後 就說發現這件事情之後 從此之後只要看到矩陣 只要看到任何可以寫成矩陣的東西 第一個衝動就是把它對角化 看它的 eigenvalue是什麼嗎 就好像我在考試會問大家 rotational matrix 你把它diagonize 完之後 你會得到什麼 eigenvalue 對不對 然後你就會發現 你得到的 eigenvalue其實兩個是虛數 那告訴你什麼事 告訴你轉動不會有real的 eigenvector 對不對 二維轉動是最簡單 什麼 eigenvector eigenvector就是做那件事情之後 還維持在原來的方向 請問一下向右轉這個動作 作用在哪一個方向上 會得到原來的方向 答案是不可能啊 向右轉就是叫你向右轉90度 還有辦法維持同一個方向嗎 所以你其實直接 就用你學過的數學 你就知道向右轉的這個矩陣寫下來之後 如果你把它對角化之後 它的 eigenvalue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虛數嘛 對不對 那如果你考試有做出來 你就會發現那個虛數 事實上是1iθ跟1-iθ exponential iθ跟exponential-iθ 那為什麼是這樣的原因 是因為它是orthogonometry 所以它的 eigenvalue的module 一定是1這樣 所以其實如果你自己 其實就是有問這個問題 然後試著用比較 另外一個角度去想 然後你就會成長這樣 那這個其實真的就是take time 所以其實你慢慢去想 最後其實就會慢慢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你就會發現其實還蠻有趣的 好 你們其他同學 不需要我點名了 這個 就是我會覺得應用不想要這麼多 應用不想要這麼多 嗨 因為我會想要就是 譬如說一個理論 然後它是 因為理論的發展 已經是從原本現實中發現的東西 然後變成 就是往上延伸 譬如就是看到一個景象 然後我去解釋嘛 然後我會覺得就是 它是這個東西怎麼來的 然後或是譬如說 我會覺得比較希望這個connect 地方會想要多做點連結 然後應用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就是 不能缺少 可是我覺得沒有想要這麼多 嗯 其實我就蠻歡迎同學們 可以這樣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 因為事實上 你這樣表達意見之後 你就會發現 其實每個人的想法都不同 然後你們發表意見越多呢 我書就越好教這樣 你們就自己也知道說 啊 原來教書是很困難的事情 啊 我們老師一亂教 這我可以理解了 知道 嗯 好 所以其實 在某個程度上 我可以 echo你一些想法 就是說 把一個東西的來容去莫 跟對其他領域的連結弄好 也是很棒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which I agree 可是 畢竟這是應用數學 所以其實 怎麼知道它實際上 可以應用到一些自然現象 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這樣 那這兩件事情 都需要一個根基 就是必須要知道 它數學的基本的推導 長什麼樣子 所以 所以蠻謝謝兩位同學 不同的意見 然後 我會帶回去 然後 試著 integrate together to see whether I can go beyond and modify it 還沒有其他同學 有其他的意見 長期坐在第一排 來 請 分享一下 你的想法這樣 那我覺得 我覺得 有時候上課那個 長的進度沒有 那個模型架構沒有很明顯 上課的整體架構沒有很明顯 上課的整體架構沒有很明顯 是什麼意思 例如說 今天講 Igon fail 就 我覺得 他有時候一開始 我應該是從那個 從基礎開始講 他從最基本的技 然後 然後一直 推廣之後 他做一個Igon fail 可是我覺得 有時候開始講基礎 如果沒有預示的話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個 可以 有什麼用 然後他為什麼 可以 為什麼要這樣 這樣 推出Igon fail 你是指代數的步驟 還是說 講Igon value Igon vector 所以你 當初在學不知道 他有什麼意思 然後他最後可以怎麼用 我覺得 推導不是重點 重點是 它裡面非常的意義 為什麼我可以這樣做 OK 所以已經有第二個 就是覺得說 其實我可以在上課的時候 稍稍把推導的時間 再skip掉 That would be great for me 然後 如果大家其實都會覺得說 其實我可以把一些 所謂一等於一的這種推導 慢慢縮短的話 我當然會很appreciate這樣 這樣我就會有比較多的時間 去講其他的部分 可是 我擔心的是 我不知道 其他的同學 是不是都可以跟上 所以我想 就是課本有些 有的推導 可以就是少這樣 可是這本課本很多地方 在推導部分就是說 You should satisfy yourself 我覺得這些部分的話 可不可以請老師就是 還是不要略掉 還是不要略掉 而且也強調一下 因為 基本課本真的很多地方 就是經常用這句話 帶過去 You should satisfy yourself 了解 好 所以我下次會針對 You should satisfy yourself 這個把它投射成 這個 The teacher should satisfy students 這樣 把兩個義務分解開來 這樣 That's a good point 所以其實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課本你們自己讀了之後 中間有很多推導 你們自己可以follow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我可以在上課有沒有 我就盡量不要舉課本的例子 然後呢 我可以就是說 只是point out 就是說在課本的哪些example 事實上是很重要 你自己回去要go through 那我可以把推導的部分 稍稍少講一些這樣 而針對就是說 這個東西它背後真正的含義是什麼 這個是 This would change quite a bit 這個是中度的改變 可是大家都覺得這個是你們期待的嗎 我需要還蠻多人的正面的回應 我才會把一些推導去掉這樣 因為對我而言把推導去掉 是我的愛跟 老師 其實我覺得嚴格的證明 可以用那個note來表示 然後之前那個很 很那個 就是只是把課本重點整理出來 那個note根本就不一樣 然後課本放在那邊自己看就好 然後覺得推導 就是 數學事實推導很重要 不然用起來很不怕實 就是 所以我來聽無疑系不是去念中學院 所以 但是 就是至少要看過一遍 然後說服自己這個是真的 然後你可以 簡略的提一下 然後用這個東西 去講更鮮明的東西 That's a good point 就是說 我可以把比較枯燥 比較嚴謹的數學推導師 放在notes上面 為什麼notes 其實事實上會提高竊領呢 跟你們講說哪些部分會看是 可能是被你們學長們嚇壞的這樣 因為 因為在最近幾年物語系的課程 好像有些同學連課本都不看 所以你們班是真的非常的震驟 就是說自己會看課本 不需要我幫你們提說 minimum你至少應該看這部分這部分這部分 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當然我就不用 我就不用寫這一部分了 所以這是非常好的意見回應 剛才後面還有同學要 可不可以撒到大聲一點點 我會覺得 推導應該就是 寫在講的 就是因為 上課聽的時候 通常不會發現 就是 哪些量的那種 思考上的小小子 是 做習近的時候 就會發現自己的部分太笨 然後就裂掉這些習近 然後如果有 詳細的推導回去看 就會發現 那個點到在哪裏 就是那是自己可以做到 但是還是需要老師 能夠完整的 就可以唱它 因為課本就有時候 就覺得 大家開一下 就裂掉了 然後就找不到 然後就開始 覺得自己很笨 然後就 不想寫的 好 這個是非常好的建議 我是可以 我是可以回去 稍稍修正一下 那 不過你們之前 download下來的時候 比如說 你們有沒有人 有download group theory那一篇 然後 把它看完 OK 了解 所以就是說 像那一類的東西 其實你們可以follow就對了 follow到 最後倒數兩頁 對 就是 老師想要讓我 知道 可能說我們 有這種東西 但是我 不定懂這些東西 對 Good 然後 我還有發另外一份 事實上是 比較 你知道 低調的 的 nose是有關於 eigen的 evolution的 model 那一份nose 有沒有人看過 然後可以跟我講一下 你的feedback 我們在講 我們在講矩陣對角化的時候 有一個應用 有一個nose後面 有一整串是告訴你 RNA當初在演化的時候 怎麼樣可以被化檢成是一個 矩陣對角化的問題 然後最後為什麼有一個東西會勝出這樣 有同學有看過那一個notes嗎 嘿 對 用goes transformation 嗯 goes transformation goes transformation 是後面那個 哪一個goes 後面能打船 然後就是要用韓系 然後轉換 對 我有看 可是 就是我剛剛看了 可是我不知道 那個韓式怎麼出來 就是我根本就不知道 然後從來就啪啪就出來一個東西 然後就 我可能就有去讀 但是 你如果今天跟我說 這東西就很好 那我今天把它算出來 這代表什麼 我不知道 對真的 雖然我知道 它可能跟這個東西有關 但是我並不知道它 法面面同時代是什麼 嗯 為什麼它可以用這個韓式 去做這件事情 嗯 對 不過那個是 為什麼要這樣寫的原因這樣 因為 我會舉例子 然後最後放在note上面 如果不是課本的 通常都是蠻重要的東西 意思就是不是 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清楚的 所以通常我的strategy是 我先在技術層面上面照顧你們這樣 讓你們知道 從equation的minimum出來的direction 長什麼樣子 然後如果你們看懂了之後呢 hopefully你就應該 being curious enough 然後就跑 跑來 其實我在等大家已經等很久了這樣 拿著我的notes 跑來問我說 老師為什麼這個式子 一開始要這樣 或是這個是什麼意思這樣 所以那一部分 我可能還是不會寫到notes上面去 因為我以前有試過 發現就是 通常體會性的 就是說為什麼是這樣或什麼的 我用我的體會寫下來之後 不知道是因為 語言上的障礙還是其他的 它的傳達的efficiency通常很低 所以我寧可把這個當成是一個影子 就是說 學生如果看著他有興趣 他可以跑來問我這樣 所以我可以跟學生有 多一個交流的機會這樣 好 還沒有其他的同學有其他的意見 可不可以大聲一點點 就是那個 之前在講那個矩陣的後面的那些 應用面上彈簧那些東西 那個 就是有一些 那個 他用的方法 那個背後的動機 那個 你感覺 就是我之前組的時候 感覺很奇怪 然後那個 那時候 那時候解的時候 是用 那時候解的時候 是用那個 自己 那個 印象出來的一些方法 然後那個 解的也是 中學 那我在想上課 那講到應用面的時候 就是 對那個 物理的動機 就是 那個這個數學 工具 那個後面要 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個後面 物理的動機 可不可以就是強調一下 聽到大家這些 feedback 非常的感動 因為其實 我當然是很願意做這件事情 我是衛系的老師這樣 那為什麼要教那麼多數學的原因 純粹是因為 這門課叫應用數學 那所以如果其實大家覺得說 在數學面大家願意幫我忙 自己多去把它cover up的話 那我當然會非常樂意 就是說把一些數學的detail 放在我的note上面 然後我上課可以多講一些 就是這些數學背後 它的物理意涵 跟在不同的物理方向上 它可以有什麼應用這樣 那對我而言 其實也是一個比較好 好玩的挑戰這樣 OK 好 還有沒有其他同學有什麼意見 尤其是後面的同學這樣 都睡了 好 打擾大家睡覺了 很抱歉 那個穿粉紅色襯衫的同學 對 是 對 你拿麥克風就好了 其他人才聽得到 真的嗎 就是我想說 就是上課在教一些 什麼 數學的推導過程 或是 物理意義的時候 可能 就是放了那個重點 應該不用太多在那個 數學的那個計算或什麼 重點是它的 一開始 為什麼想要這樣算 然後它的認定性 或是 就是那個想法比較重要 然後數學的推導過程 所以 看來這個是 就是 有蠻多人的共識 就是說 我可以把數學的部分 稍稍再 minimize 那 我可以把它用的 變得更像應用數學一點點 對於大家這個 feedback 感到非常的高興 還有沒有其他同學 想要發表一下意見的 好 我覺得就這樣想 這要想也不要想太多了 就是 就是 我們 我們 我們畢竟還是要知道 數學的來源嘛 那 就是 你只要那 要是全部都放在弄上面的話 那 那 我覺得那種 受到的刺激就不一樣 我覺得至少 有 帶過一個重點之後 至少那個數學 比方說 就是不要太省就是 就是 至少我有 如果我再動手抄的話 就是我 我再回去對照課本之後 我會知道說 那個 當老實在上到這邊的時候 他那時候他講過什麼話 那時候就會有印象 有印象就比較好懂 這樣子 那要是 全部都 全部都 全部丟到那種上面去的話 那 我就沒有這種感覺 這樣子 或者 這是我個人的理解力問題 這樣子 這樣的話 我知道 我的吸收能力的話 可能 也不是這麼好 那 就把它放到應用上面 比方說講彈簧 比方說 講那個老實轉換的話 我就也可以再講深入一點 因為我比如說 我學這些數學方法 那個 要我解一個題目 比方說給我一個矩陣 叫我做最角化 叫我找到 eigenvalue eigenvector 那種 這部分 後來 字式化的計算 這都很簡單 但是要 要跨過那個 跨過這種數學處理方法 到應用 就比方說 講這個彈簧來講的話 這個可能那個思想上面 就要做一下轉換 至少 至少的話 那個老實 不要把這部分 全部都都省光了 這樣子 這樣的話 省光的話 我 我自己的 那種 就沒有辦法想太快 就馬上做連結 結果因此 我就想說 至少它從數學 到物理 的這個 連結 就是它 到怎樣 變過去 然後會再想 再想盡 可是 以現在的方法 其實並沒有 省掉很多 對不對 然後你只是希望說 我不要突然 跳到另外一個 自high的mode這樣 說來 這個課本都有了 我就不再講了 我們現在都講課本沒有了 好 但是你要相信我 我不是第一天教書這樣 所以 我不會做那麼誇張的transition 嗯 好不好 OK 所以不用太擔心 我還是會 make my lectures logically consistent 可是可能在這邊 就要稍稍宣告大家一下 如果大家其實都有 這樣的一個理念 願意幫我的話 那其實你以後上課有沒有 一定要遇習 就是一定要遇習 就是 那我 可以跟大家講 就是說 我會把大家當成是 你先看過課本相關的章節之後 然後我再去上我的課 就是我會take這個當成是一個pre assumption 嗯 因為我是遺傳的同學 那其實我們課比較重 所以課前遇習還蠻困難的 那不過我又也贊同剛剛那位同學的想法 就是我比較希望上課可以 數學證明不要省略掉 因為說實在我覺得 嗯 的確啊 課本有些試的是有證明 但是那些證明似乎不太 不太嚴謹 然後可是我覺得 有些時候在物理方面 嚴謹的數學反而可以有更完善的說明 所以我覺得 有些雖然課本有 但是可能還是需要給一些 比較嚴謹的證明 那課本沒有了也希望能夠給一些解釋 那可是這樣可能也會 也會想對人會可視到一些解釋 一些應用的方面 所以 這樣 不過 總而言之是這樣 然後另外一件事就是 因為我們李雙 這聽起來有點像在找藉口 不過我們李雙的課真的比較重 然後我們也很希望 傳奇大物語系來 就因為我們課也比較重 那雖然我們也想把應用數學讀好 但是 因為其他 主科的壓抑下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 花非常多的時間在應用數學 所以 因是不是副科囉 不是副科 絕對不是副科 對 其他主科 就是因為 對我們主科可能都四個以下 對 所以我們可能相對應的時間 會比較少 所以希望老師在上課 可以這樣一點 比較詳細 不要把所有的證明都放到Note 因為如果 所有證明都放到Note 的話就代表說 上課可能會講非常多的應用 那 那 在沒有預期的情況下 聽應用 我覺得可能我們理商的吸收度會很差 然後造成到時候出來的結果 可能看似我們就沒有在認真讀書 但事實上便不是這樣 我們其實很想要認真讀書 對 那 大致上就是這樣 哈哈 這個是有一個非常簡單的邏輯問題 要記得一件事 很想要認真讀書跟有認真讀書 是兩件事情對不對 尤其是民事理學院的學士班 其實事實上 在可能範圍裡面 我是自己不是特別喜歡清華物理系的課程設計 那我是覺得你們的課都修太多了 所以你們的好奇心都被剝奪掉了 那 那 不過這個是制度面的問題 就是說 就算制度最後可以改 那你要相信有些老師也很努力的 在做這些事情的修改 可是很不幸的就是 很不幸的就是 這個 就是制度不太可能說 今天我們講完 如果今天我上課 Style要改 我要改就要改 這樣 要改回來就改回來 是比較容易的 就是 inertia比較小 那制度面要改其實是比較困難的 那我只能跟大家稍稍講一下 就是 我剛才其實純粹只是開玩笑 就是 不管你以後其實對物理有沒有興趣 你只要現在人生有重點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是那種 人家口中所謂的好學生 就是每一科莫名其妙 只要是成績當會出現的東西 你就全力以赴的話 其實我真的還是要稍稍跟你講一下 其實你要自己懂得去把 重要的科目分出來 然後花多一點時間 花多一點時間 不是要把成績弄得比較漂亮 而是要真的能夠去體會到說 這個東西是至少你清華畢業之後 你不會忘記的 那以理學院學士班的設計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當初會有人進來學士班念這樣 就是說 這不是判斷力要低到某程度 才會進來念理學院學士班嗎 那我不是說物理系就多好 可是就是 這就是我一直不懂的地方這樣 因為 我自己是很認真真心學習的人 所以我知道說 當一個學生號稱他一個學期有沒有 修三門組科 而且一樣認真的時候 那你在騙誰啊 你在開什麼玩笑啊 我在你們這個年紀的時候 我幾乎90%的工作時間 我每一個禮拜工作90個小時以上 我都沒有辦法cover 讓我自己在大二的時候 三科組科 是一樣有興趣的 所以我根本就是把兩科組科丟了 然後 然後就自己去做一件事情而已 好 所以音速科也是當初被我丟掉的科 所以其實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在老師面前 尤其在運輸老師面前 你當然不要每次跟他講說 你知道嗎 這運輸不是我的主科 你知道 OK 就不要 不要每次摧殘老師的心情 可是在你自己心裡面 其實你應該要知道 其實在你一個學期 如果你可以把一門或兩門課學好 那已經是很棒很棒的事情了 那如果你從來都沒有這樣去做 這樣的differentiation的時候 You're really kidding yourself 我那時候看 學士班的課程跟所有的東西 我想說 怎麼會有小孩子要來自虐呢 是幹嘛 是在畢業證書上面就蓋兩個章 所以他就覺得爽到這樣 是 跨領域不是這樣跨的 Seriously 跨領域不是這樣跨的 如果你自己想要成為一個跨領域的人才的話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不要讓自己過忙 如果你要變成自己很過忙的時候 你就要記得 就把自己弄成是專一領域的就可以了 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過忙的人 可以在跨領域有傑出的成就 You really just wasting your time 如果你誤以為說 你進來大學 你修了一堆數學系的課 修了一堆物理系的課 你就結合了數學跟物理 那你是做千秋大夢這樣 I'm totally wrong OK Same thing 如果你修了一堆化學系的課 跟一堆物理系的課 你就想說 哈哈 我就可以稱霸自然科學界 我真的真的真的非常的抱歉 所以對於那個理學院學士班的同學 辛苦你們了 希望你們可以更早的定出自己人生的重要的priority 如果你不想go through the trouble轉系的話 那你就繼續留下來 好像理學院院長會把我打死 如果我在上課公開這個呼籲學士班的同學 趕快轉學這樣 可是事實上其實在這邊真的要跟大家稍稍分享一下下 人生就是要分出重點的對不對 只有非常非常少數的人才可以譬如說 同時交十個女朋友 而且還跟十個女朋友說 我都是真心的愛你的 那這句話通常背後是什麼 是他同時交了十個女朋友 他根本沒有真心的愛真的有一個人 他只愛他自己吧 So that can not happen 我看過很多跨領域 尤其我們在國際上常常開會 我看到很多跨領域的傑出人才 他們大部分時間都是陰陰無事情走這樣 然後就看一下別人在幹嘛 看一下別人在幹嘛 然後想一點有沒有東西 最後才是可以有突破出來 你要留給自己一個空間這樣 雖然這是清華物理系 不過還是再稍稍分享一下 我那時候其實剛進台大物理系的時候 我很感動 台大有一個非常古老的宗教附宗有沒有 冰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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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進去之後呢 就有個非常非常令人感動的傳說說 下課的時候附宗都是 咚咚咚咚咚就只敲二十二響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傅思年校長說 一天有二十四小時 每一個人 每一天都應該留兩個小時下來 空白這樣 你可以拿來反省一下你今天幹了什麼事 或是你今天來消化一下你今天學到什麼事 或做什麼事 基本上就是我只是醒著的 空白兩個小時 所以你不要懷疑說太簡單了 我每天都空下很多時間這樣 我那時候進去就覺得說 哇 這是非常令人感動的傳說這樣 所以我在大學的時候 的確也非常努力認真的希望可以空下時間 即使到現在非常忙 我倒還是會告訴我自己 只要忙到某個程度 其實我只是在浪費我的青春而已 真的是這樣 所以不要讓你自己瞎忙 然後一個花絮是 因為我是很有好奇心的人 所以呢 我常常就會拎著耳朵去聽說 欸 附中是不是真的敲22箱啊 就是說居然有這種傳言這樣 所以有一次為了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敲了服務課這樣 我就在附中下面 等著阿伯過來敲鐘 因為我就可以直接問他 所以我就坐在下面 然後吃著我的午餐這樣 然後阿伯就過來了 你知道其實台大學生很賤的 那個附中是用手拉的 你們知道 然後他下面還有一個開關 我本來以為是說那是電動 不是 那個純粹是因為手拉 所以學生的手就很賤 所以於是呢 他就只好弄一根管子 弄到很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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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去 然後下面的把手有沒有 用鐵盒鎖起來 所以呢 我是等到那個阿伯過來之後 我才終於知道這個 非常神奇的高科技這樣 我本來以為裡面是有什麼開關啊 然後有電線 然後所以附中就咚咚咚咚咚在想 不是 附中就是阿伯在那邊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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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然後那個鐵盒子打開之後 非常先進的盒子裡面 就是一個把手 就是這樣拉而已 好他 然後我就非常尊敬的等他拉完鐘 想說哇他每一天 就是都來這邊敲鐘 然後教育學生 就是說 一天有24小時 你要空出兩個小時出來 我覺得這個職位是非常非常高尚的 我就問那個阿伯說 欸 你剛弄幾個 哦 就青菜弄弄的啊 然後 我就提醒他說 不是22下嗎 他說 敢無 然後他就說 我就說那你的標準是什麼 他就弄弄弄的 撈到有學生走出來就可以了 然後就當場傻眼你知道嗎 就胸中的那種 所以你就知道知識分子常常寫出一些虛擬的故事來欺騙大家的感情 知道 那雖然很顯然 負重24小時想是一個傳說而已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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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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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其實他背後傳遞出來的訊息是很正確的 我真的希望說在你們自己現在這個時間 如果你就已經讓自己是被生活帶著走 比如說電視在那裡就一定要打開它看 電腦在那裡就一定要打開它上網 那其實不是你在過日子你知道嗎 其實這個都是基本上跟吸毒品是一樣的 就毒品為什麼恐怖的原因其實不是在說 他讓你很嗨啊 我們不是從小人生就是追求這件事情嗎 只是有人就去買毒品然後就自嗨 有人是要辛辛苦苦的 然後讀了所有的書 然後進了台積電 然後當經理之後才能嗨 可是這兩者是有重大的差別 就是在於到底是 you run your life 還是your life runs you 就是說你到底是在過生活 還是你的生活在過你啊 就是說你到底有沒有能力過生活 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回去 其實在可能的範圍底下 可以 稍稍空下一些時間 讓自己的人生有一點點質感 然後 最後就 既然講到這就放一個小插序 自從我的腹中的那個 莊嚴的印象幻滅之後 然後我就覺得敲腹中這件事情 就在我心裡面造成的陰影 你知道 因為第一我終於知道那個神秘的鐵盒子裡面有個把手 所以我就一直在等待 會不會有哪一天那個把手忘了關 你知道 我就可以去 在不是下課的時候敲鐘 我覺得那個很好玩 為什麼會這樣我也不知道 個性使然 你知道 所以 然後我就一直等 他等了很久 就知道有個成語是正確 就是守株待度成功的機會是很少的 所以我事實上呢就試了好久 然後就發現阿伯非常的盡責這樣 雖然他的鐘聲亂敲 可是他每次都很認真的會把他鎖起來 所以後來我終於敲到腹中了 是在半夜兩點鐘的時候 然後那一天我生日 然後因為那一天 微積分期報考 所以呢沒有人有心情慶祝生日 所以我決定讓我自己快樂一下這樣 所以我就知道半夜兩點鐘 台大校園都是黑黑的 現在好像沒那麼黑了 因為情侶變多了 然後我就趴趴趴 然後我就趴趴趴趴趴 趴到那個腹中事實上 如果你去看的話 他有不同層這樣 我就趴到最上一層這樣 然後他那個管子 只是針對正常人設計的 就正常人可能不會 為了要去敲腹中 只是惡作劇 然後或好奇 然後他就 弄到中附近 其實他還是有露出線的 然後我就就趴趴趴 然後爬到腹中幾乎最上面的地方去之後 我覺得太好了 我等了快半年的這種心願 然後就 非常認真的 莊嚴的 敲了二十二下這樣 然後就趕快下來 因為孝頸就衝過來 你知道嗎 腹中離孝頸是非常非常這樣 孝頸就當然傻眼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 躲到某一顆大王椰子底下 然後事實上我是非常非常 深思熟慮的 因為我在下面已經 帶了一本書去還帶了手電筒這樣 所以呢 我敲完鐘之後呢 就趕快的快速躲到 我當初已經計劃好了 某一顆大王椰子下面拿手電筒在看書這樣 然後我就看那個孝頸就 就開著警車過來 然後就想的奇怪 是發生靈異事件嗎 那剛才聽到的是真的終身嗎 為什麼半夜會有終身這樣 然後可是又沒有看到人這樣 他們在錄影耶 好 所以腹中的故事講完了 剛才好像有同學想要發表意見 空白的定義其實有很多種 空白的定義就是說 我們人生其實大部分在做很多事情 其實都是有目的的 比如說你今天想這件事情 或者是你今天做這個 或什麼 這些是規劃的 你事實上人生必須要有這一部分 否則你人生就很 就很虛無 你知道嗎 可是如果你今天 譬如說好 早上我要上課 然後上課完之後 二十分鐘我要幹嘛 然後再來我要去查什麼資料 然後中間我要去念論文 然後接下來我要去給一個演講 然後什麼什麼 然後你把人生這樣子排滿之後 你會發現那是同樣的空白 那是另外一種空白 有就是說你做完一件事之後 其實你可以反過來問你自己 就是說你是不是在on the right trap 其實我常常去trap這件事情 結果你們現在其實進了清華物語系 其實你們很多人只是不敢轉而已啊 這可能不是你們最快樂的東西啊 你可以很誠實的問你自己啊 結果年輕的時候常常有一張紙這樣 左邊寫什麼你知道嗎 寫我想做的事這樣 右邊寫我該做的事這樣 然後你就把它列出來之後 然後你就開始去勾啊 然後你怎麼去證明自己老了 就是你該做的事有沒有 就兩個箭頭遠大於你想做的事 那你就老了 那我以這個標準而言 我雖然出現老人般了 可是我還沒老這樣 那所以其實你在空白的時候 你可以去re-adjust你自己人生的方向 你會覺得說其實你花這些時間也許很浪費 其實你過來的人經驗 我可以跟你講真的不會很浪費 你可能常常看到我都在笑一笑 我是真的蠻開心的 那我人生難道就沒有苦難嗎 還蠻多的 如果你認識我的話 可是重點是苦難就已經發生了 你還要花時間去不愉快 那你就笨蛋了 Right 可是為什麼可以做到這些事情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會去消化我大部分的情緒 去跟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其實那一些東西對我自己 後來會再有更大的動力跟堅持去做 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 比如說像在國中的時候 其實我就花了很長很長的時間在想說 我以後到底是要念生物還是要念物理這樣 然後高中的時候其實那時候就是在想 是在想把它好笑的事情 因為高中的時候我已經確定我要念物理了這樣 那高中的時候是在想說 嗯 嗯 應該要幾歲結婚這樣 然後 其實是很好笑的 因為 你知道說 老師你高中的時候是在想幾歲要結婚 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那時候邏輯是非常單純的 就是我超愛物理 所以如果我的另外一半不懂物理 那他就不可能懂我對不對 這應該是很合理的 那 可是所以事實上應該要在年輕的時候 就開始物色正確的伴侶 然後就努力的讓他對物理有興趣 然後很顯然這是一個值得投資的十年計畫這樣 所以高中的時候花很多時間呢 在做這個非常重要的人生規劃這樣 天算不如 人算不如天算這樣 所以就這樣規劃 這是我人生規劃算是 算非常嚴重的撕算跟失敗的計畫 就是說最後就是很努力的去 嗯 那就可以在我生命中出現過的女生這樣 然後 None of them become physicists 那我現任的老婆 就是我們有非常幸福的婚姻 She is the worst nightmare 這樣 in my high school standard 翻譯成中文的意思是說 以我高中的標準來講 它根本就是我人生中的噩夢 他不只不懂物理 他最常跟我講的一件事是 李修好 你這麼聰明 為什麼不去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嗯 然後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事情是有用的 比如說 我國一花了一整年的時間 然後在讀課外的書 希望找到說自己的興趣是在 比較偏物理還比較偏生物這樣 然後我後來發現其實我是比較喜歡物理的 那一年的時間並沒有白費 的確也對我後來的人生的很多定向 有很多很多的幫助 我高中花了兩年的時間 去規劃怎麼樣以後 可以有個幸福美滿的家庭 嗯 It turns out 這個 人生有些事是沒有辦法規劃的 知道 那 那我現在有個幸福的家庭 我發現其實秘訣非常簡單 Be a happy man 嗯 如果你自己知道你自己人生的方向在哪 你知道你自己為什麼現在是快樂的 OK 那其實你就會有蠻幸福的家庭 嗯 我後來發現這個是非常單純的 其實跟你怎麼教育你老婆是完全沒有關聯的 知道 好 請原諒我年幼非常的無知這樣 好 可是其實你在自己空下來的時間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像我累積了相當多的一些畫畫或樹苗 然後還有文章 其實都是在那些時候做的 然後有一陣子迷上印章 所以我曾經手上有一百多顆印章過 然後後來就分送給 嗯 有可能成為老婆的可愛的女生們了 然後就都消失了這樣 對啊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其實你們真的應該試著 其實人生真的很短 現在如果我有時間可以把時間空下來做我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 一定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 我最近尤其是這一學期的人生 已經到了就是晚上看到床 覺得可以躺在床上睡覺 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因為就不行啊 嗯 所以 所以希望大家要珍惜自己年輕的時候這樣 嗯 剛才是鐘聲響了嗎 還是還沒有 很好 很好 還沒有同學有其他的問題跟意見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嘿 這可能是 OK 好 謝謝你分享你的懶腰 知道 還沒有其他的同學 要跟大家講什麼事情呢 嗯 尤其是就是說 如果大家沒有意見的話 那我會稍稍把課堂上的一些推導會在某個程度上減少 那 I will do it slow 所以在transition的period 請大家要多給我一些feedback 好不好 所以我不會一下子就把數學的推導拿掉 嗯 可是我會稍稍讓它logically consistent 可是可能不會花那麼多時間 然後會加一些應用進來 那大家看一看 尤其是 理學院學士班的同學看一下 就是說你們跟不跟得上 那如果你們真的覺得說 這個其實對你們造成非常吃力的話 你們一定要跟我講 好不好 But I won't do it abruptly 所以我不會突然說 從此之後上課都不會有數學推導 我們就開始來很high的說 欸這個為什麼彈簧是這樣 那樣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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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 然後把它交成別的課這樣 我是不會這樣 好不好 那今天有發言的同學都非常非常的謝謝你們 那我還是提醒大家一下 你如果有意見 而且覺得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意見 你可以在wikispace上面直接留言 那我就會在上面直接回應 那其他同學提示上可以看得到 那這是很不錯的方法 那如果你比較害羞 你覺得你問的事情 不是很想要讓別人知道的話 你可以寄信到我的信箱來 那可是如果你寄信到我的信箱來的時候 你最好是用學校的信箱 不然的話 我們學校蠻神經質的 就是你寄信給我 學校會刪一次 然後物理系會刪一次 所以如果你是什麼hotmail 然後handle的名字是很奇怪的 那你就很有可能就跟威爾剛的廣告 就都被刪除在那裡 那因為我每一天會收到垃圾信 現在已經超過三四百封 所以我沒有時間去做任何宰選 所以如果你寄信給我 你發現我兩天內沒有回你 OK 那就表示我沒有收到你的信 好 你可以一一的下課來問我一下 或者是你就再寄一下 好不好 所以這是第二個channel 那第三個channel當然是 你可以直接在下課 或者是在其他的時候 我的辦公室在611 如果你真的有學習上的一些問題 或什麼的話 非常歡迎你們來找我談 那如果我幫得上的呢 我可以幫大家 OK 然後其實你們現在大部分的同學才大意下 其實這個 我過去的觀察是 你如果在大一的時候 班上的封信有尋成就是讀書的小組 然後彼此會討論 然後是振奮的話 通常那一屆 在清華的四年都不會很慘 OK 那相反的如果在大一的時候 你就悟信了某一些學長說 大意就是要來玩的啊 哪有人在念書的 或者說你看你室友裡面其他各系的人 都是這樣混下去的 那我就只好很真心的祝福大家這樣 因為通常如果最後班封變成這樣的時候 那一屆通常就會很惹所有的老師閒 然後就會過得蠻悲慘的 所以其實你們在清華還有一大段時間 你自己可以在這裡成長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是在很大的一部分 是你自己能不能有自己控制自己生活的能力這樣 所以你可以回去自己test run一下 一個最簡單最簡單的test run有沒有 就是今天中午你去水幕 就住在那兩個大的電視下面吃飯 然後不要抬頭看上面的電視 Try that 你就可以知道你自己以字字語來講 你現在到底是幼稚園的小朋友 還是國中的小朋友 還是高中的小朋友這樣 That's a very very simple test 所以如果你自己沒有辦法自己去 plan你自己的計劃 然後把everything put in order 其實你就蠻難在這邊可以長大 你最後其實可能你清華四年下來 你最大的一個收穫就是你最後拿到一張證書 拿到一張薄薄的證書這樣 然後上面印的人名也不知道是哪一個校長 然後那個校長也 has no personal influence on you 你也不會認識他 我覺得是很可悲的事情這樣 就是說如果你如果今天有人跟我講說 你要花四年的時間 and that's all I got 就是我就好像一隻豬一樣這樣 然後在那邊養四年 然後屁股就蓋一個 咚這樣 CAS可以送進屠宰場 然後可以賣個好價錢 I feel pathetic 就是說清華再怎麼講 是台灣非常好的大學之一 你在這邊可以得到的成長 不只應該是這樣而已 好不好 跟大家共勉 謝謝